要关注俄乌战事持续 俄军再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空袭 乌军击落所有无人机 南部城市赫尔松也遭到无人机的攻击 至少9人受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无法预测战争是否会在明年结束 俄罗斯方面就指出 俄乌之间目前没有和平谈判的基础 指乌方提出的和平方案 计划把俄方排除在外 是荒谬的做法 俄军对基辅发动本月第五次空袭 乌军表示防空系统成功击落所有无人机 除了基辅 南部城市奥德萨及赫尔松也遭到攻击 乌军核共击落19架当中的18架无人机 拒爆无人机的碎片 导致赫尔松多人受伤 伤者包括4名小孩 乌军又称 俄军对东部哈尔科夫地区 发射了两枚地对空导弹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东南部大部分地区 到凌晨时分仍处于空袭警报之下 乌军表示 哈尔科夫 蒂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等地 持续受到俄军弹道导弹袭击的威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 在年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乌克兰在2023年的各项目标和任务 都已完成 但目前无法预知俄乌战事 是否会在2024年结束 他并在会上承诺 明年乌克兰将生产100万架无人机 包括1万1千架中远程攻击无人机 还将开发155毫米口径炮弹 他又谈到与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不合的传闻 只两人保持着工作往来 没必要炒作相关话题 使他人受益 不过他也强调 希望能看到乌军具体的战果 另外他透露 乌军高层提出再动员45到50万人入伍 俄乌战争持续近两年 乌军反攻收效甚微 西方国家也出现了战争疲劳 在对乌援助上渐渐力不从心 杰克总统帕维尔日前接受采访时警告 2024年俄乌战事可能会迎来重大转折 这个改变将会对俄罗斯有利 他指出其中一个重要时刻将是美国大选 如果有前总统特朗普胜出 美国就有可能在无视乌克兰 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意愿下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协议 这将对包括杰克在内的欧盟国家不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